博士是住宅?是公寓? 本地人已經排隊賣光了 如果你有300萬的話 我建議你賣2個一房 賣2個一房 接著華伯可以幫你做託譜 接著3年裏面給3店的理證 3店的理證 1房住宅 華伯出品 連裝修 連軟裝 是華伯的第一次 所以博士是真心的建設給大家 賤注再選2房 如果想長期收縮 就選1房 中海華伯免費海景看樓團 香港上車直達珠海 詳情可以打 600-40-888-7 出團見 這個會展海景值多少錢呢? 加上每年的煙花會演 在香港 可能你要用上3000萬才買得到 但在這裡 你用上7分1的價錢 已經可以擁有了 這裏就是珠海 一條情侶路 加上這個會展海岸線 是不能複製 是不能複製 免積由550呎到1100呎 任君選擇 發展商等半資作 精裝加複 而且送全屋中央冷氣 下到街5分鐘 十字門華 發展商圈 有食有抹 有得玩 而且是鐵路上的物業 穿梭這個廣州南枝島 珠海機場 香港過來 到了珠海口岸 十分鐘車程就到了 很方便 止住或收住都可以 最震撼是27萬就可以上車 優質單位不等人了 快過來親身看看 郭名義士 6840-8887 6840-8887 出團見 好 大家好 大家是不是很爽口麵 這就是珠海的會展中心 之前博士拍攝很多影片 以及現在講車北上 大家都經常來這裡 我以前經常來看車展 這裏就是華發的會展中心 即是珠海會展中心 很多喜來燈 五星級酒店 商場 全部都在這裏 整個是華發的地盤 上次博士在這裏介紹了很多華發的新款 這裏叫華發的琴奧新城 整個全面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華發的地盤 博士上次介紹了兩個很漂亮的盤 最震撼的是 這次我們和華發一起合作 其實我們是這個 全灣余芯廣場 就有直通大巴 可以載大家來看樓 上個星期就是第一團 第一團上個星期 很多人來 而且很多成交 甚至有一個客人一穿三 一個客人買三間 為何這麼受歡迎呢 就參加這個看樓團 這個看樓團其實很簡單 大家只要乘西鐵 去到荃灣西鐵站 一出來就去到余芯廣場 九點半小時 每個星期的星期六 就可以上車 押門即止 大家記得打下面號碼 快點報名 然後就可以到時 一上車 即日來回 完全是免費 最重要的是 中港巴士是完全免費的 大家來到琴舞新成 就要看我會選擇兩三個 華法最優質的項目 介紹給大家 而且還要包一餐午餐 所以數量有限 報名就要重促 上次我拍過這個盤 我有兩個盤介紹 很多留言很奇怪 他們說博士是住宅 是公寓 其實我說得清清楚楚 是住宅 是70年的住宅 可能是一些很小可 因為華法 又或者珠海十字門 這個地方 你說有些細戶型的住宅 其實比較少 所以很多人就誤會了 因為之前有些其他發展商 這些面積 其實是公寓 可能有些觀眾就說 這麼小面積當然是公寓 為了求證 今集我帶大家來 趁次找華法的人員 拿些證給大家看 好嗎 看證就最清楚 而且大家來看外面的時候 第一時間其實是要看證 好 帶大家去學一下 好 多謝我們華法的代表鎮宇哥 你好熟 介紹一下 華法就是華法 你們的證容 一個螢幕電子版這樣展示出來 是 我們這個項目的所有 我們項目的資料 五證一書 還有我們物業方面的一些 合同資料 全部都有公示出來 好清楚 十幾個你們的項目都在這裡 是 OK 其實大家有看我博士的影片 五證二書很重要 還有一個叫御壽證 大家記住 如果大家避免中伏陷阱 記住去每個盤 你就叫他給你看看他們的御壽證 因為在內地一個發規 一定要有御壽證 才能買樓 否則是犯法 很大件事 有了御壽證 大家又補償證 為甚麼政府不得御壽證 萬一有甚麼問題 你去政府那裏 投訴或跟進 政府是會受理的 但如果沒有御壽證 你去政府那裏 可以是不受理 因為政府都沒有頒證給你 那你又幫他買樓 又不查清楚 那就變成自己都會負上一方面的責任 當然今天來到 當然要看這裏的盤 上次我們介紹了兩個盤 給大家 一個是海匯和一個是海月 對 非常漂亮 就對面馬路 全部是整個灣仔 如果我要看御壽證 怎樣看 我們這邊有公司 這一個就是御壽證公司 當然這個證件 我們在珠海的住件公司 都是可以拆得到的 具體是對我們這邊 這個備案名叫華法國際刊案花園 然後地址是警售4路299號 這個地址在我們以後簽的網之後 和上面都有體驗 其實最重要是對勾的地址 是 為什麼呢 我發覺基本上全部的反省都是一樣 我們去賣項目的時候 那個項目的名字 和你的證的名字是不同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在珠海的地方 通常避案的是你的名字 但是它推廣的話 是會有另外一個推廣的名字 因為通常買個地 我就趕快找一間公司 就搞些手作 到推廣的時候 可能要改一個更加貼切的名字 這是很正常的做法 不過你去住警局是可以查到的 以及最重要是對清地址 然後最重要是今天 就是最近的用途是什麼 這裡寫得很清楚 或者你說說 這裡用途是住宅性質的 然後總共是329套 嗯 所以其實那些物業是什麼用 你看到下面有商業 有辦公有其他東西 如果它寫了是商業的 那就是不是住宅 其實通常我們是看這裡的 OK 我知道有些房產證的揚辦 可不可以有些房產證揚辦 但當大家買完樓之後 然後你去按時給錢 搞定所有手續 就可以申請到房產證了 這個就是我們以後房產證的磨辦 嗯 說得很清楚的用途 住宅 住宅用途 如果大家 當你買完樓之後 現在要拿房產證 房產證正常是交樓之後 半年之內 半年之內 以前是7、8、20天 半年就幾好 八幾天就可以拿到 可以拿到我們叫紅帽仔 香港就叫做屋契 這一本大家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不過現在有一個電子房產證 登記了 大家就一路永逸 但是當你慢慢去銀行 譬如要貸款 拿來借錢 你拿這本紅帽出來 就去銀行 香港或內地銀行 就可以進行一個貸款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今天趁你在這裡 比較熟 我想重新再介紹一下你們的項目 好嗎 好的 鎮宇呢 我很熟悉這裡 因為我經常駕車過來 就看車展的 經常經過 但是不夠你熟悉 剛才我是走廣豬大橋 現在下來一轉過彎 就來到這裡 很方便 或者交給你介紹 好嗎 正常我們如果是香港的街坊 開車過來 到人工島下來了之後 10分鐘就可以來到項目 絕對沒有騙人 10分鐘就可以了 這邊我們這個沙盤 也是按照比例去做的 大家可以大概看看我們現在的位置 我們現在的沙盤部 是在這位置 珠海的國際會展中心 直整的會展中心 對 然後項目 馬路對面一片 都是我們這個項目 哇 厲害 背山面海的格局 後面那是珠海的風水埗 鎮宇山 前面是和澳門一河之隔 這邊右邊是橫琴 這邊前面是澳門橫琴十字門 兩岸三里三岸交匯的一個中心點 是 然後如果是我們香港的街坊 過來的話 可以看看左邊這邊 這裏是港洲大橋的落腳點 人工島 在這邊可以直接開車來到我們項目 全程是沒有紅燈的 10分鐘之內就可以到項目這個位置 是 然後我們門口這個位置 還有珠海的城軌 港珠城軌 目前已經是通過車的 有這邊的灣仔站 還有這邊的十字門站 十字門站在哪個位置 就在我們現在賣的海月樓下 現在是通過車的 所以為甚麼呢 這樣受歡迎呢 因為香港人最喜歡 就是地板站旁邊 一翻到家裡就方便了 所以這個 第一有港車北上 港車北上 十分鐘沒有紅燈 我登過到來是方便得不得了 沒有風連接 你說我不開車的 就去搭去輕軌 輕軌就是我們香港的地鐵 這個站已經開了 而這次我們介紹的樓盤 就是在輕軌站 就是對住的了 所以香港人為甚麼不喜歡 我想問 為甚麼叫 你們華法真是厲害 但我叫地王是你們的 為甚麼要稱呼為琴澳新城 其實有甚麼計劃呢 琴澳新城主要是 作為一個澳門和橫琴的後花園 高端住宅區的定位 定位是高端住宅區 即是香港灣仔 是的 你繼續介紹 其實這個位置 目前是珠海新的城市中心 可以這樣去理解 因為目前珠海的主城區 主要都是以鄉州為主 然後舊城區那邊 好像港北、吉大、前山 和那邊老鄉州 相對來說 多些房子都是比較舊的 現在就很難去做一個城市的變形 所以其實珠海政府 目前想要吸引我們北上廣深 和香港、澳門的客戶 來這邊投資置業買房 就要打造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最好的辦法就是 在一個新的地塊去打造 其實我上次拍片看樓時 都撞到你們兩批 你們買了樓的本地業主 是珠海人來的 是 我看它的款式挺有錢的 帶點標 我問為什麼你喜歡這裡 你覺得我對 他以前就住在鄉州區 現在有錢了 但是你知道 什麼金灣 那些都是叫新區 什麼航空新城 但是那些有很多社 因為他已經住了 整家人在這裏 雖然是新區 但是他有很多配套 還在這裏 人氣還未出來 但是整家大小 老人家都過來 始終這個是在 舊區和新區的中間 亦都屬於一個新區 變成他們的本地人 所以坦白說 其實今次阿博士 今次介紹這些本 以前就很少介紹 因為以前 本地人已經排隊賣光了 就是華法大佬 因為本地人很清楚 華法就是本地人的新鴻基 一說華法就不用說其他東西 甚至連保理 連萬科都排在後面 在珠海來說 因為珠海華法實在 拿的地都是漂亮的地 而且一直以來 建的樓都很受歡迎 而且口碑非常好 華法是做豪宅的 即是等於我們香港 你住什麼樓 我住山濃基樓 有人會覺得 喂 你真是有錢些 買些質素高些 這裏一樣告訴人 我住華法樓 其實就是一個榮耀來的 可以這樣說 不如說說 今次推出來的項目 我們現在推這個項目 叫做天聯 其實就是我們整個區裏 裏面最後的頭牌可以看到海景的產品 最後的了 天聯 後面這些都是賣光的 而且以前那些是看不到海景的 很多校會以前追這個地方都追不到 目前這裡可以看到我們外面 澳門和橫琴金融島的一線海景 目前這個位置 它亦都是 剛才說到城軌上的物業 而且它樓下是我們珠海 未來最大的商業地標 十字門華法商都 還有17.6萬磅 然後現在推進的是我們的海匯 海匯 天聯有兩個盤 一個叫海匯 另一個叫海月 大家不要搞清楚 你慢慢介紹 兩種產品亦有不同類型 這邊海匯主要是用來自己住比較多 因為這邊面積會大一點 現在最小的是83平方的三個一位 最大是108方的三個兩位 這邊比較適合居住 然後海員這邊面積小一點 它有55平方一房 以及80平方兩房 我解釋一下 很多觀眾上次我拍影片 一聽到55平方一房 是不是公寓來的 每個人都這樣問 第一 華法很少做這些細織的住宅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是不是誤會了 第一 第二 在華法來說 這是精品 我以前未聽過有55平的住宅 所以這是真品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都是這個 是比較受歡迎 因為如果投資性質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我還想補充一點 人少少我這樣說 因為我一直都有留意你們的 因為我會想補充的 其實這是對的 這次其實最後一期是最美的位置 因為就在回展對面 而且是全海景 即是你在灣仔買到一間海景樓 或者望島回展中心加上海 我想價值不非 真的差十倍價值 不是開玩笑 但為何最後才買呢 通常美的東西 就留到最後才買 但亦都因為 最近市場的氣氛原因 其實他們老仲和我說 其實本來想買一個是天價的 當時定價 定價是天價 但因為現在是整個市場 經濟原因 所以他們都是跟回市場價 甚至乎比市場更加有吸引力 所以其實今次無論在位置 產品和價錢方面 我自己的博士是給非常高的分數 所有博士再次來拍 又找鎮宇更加熟悉的 上個星期我們又拍了 Lola拍了都說得很清楚 今次又找鎮宇說得再細化一點 細節一點 大家有甚麼不明白呢 傳媒下面可以留言 好 那這兩棟屬於投資性質 我想說詳細一點 怎樣投資性質化呢 它是這樣 海悅這邊我們是有一個政策的 交樓之後呢 可以交給我們華法去幫你 是你們華法的 集團的 是華法的 不用擔心找那些二三樓的 那些托管公司 甚至人家現在也不用找 乾手正的 華法本身去做 因為華法本身是一個地王 他自己做一個托管 當然是最有信心 最安全 做得最好 服務最好 資源足夠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之前有很少聽 之前華法如果你們自己做托管 有些甚麼項目以前有 我之前沒有甚麼聽過 之前都有 都有的 有做開了 我們這邊的琴寶新城的 國際刊案那一期 也是有的 哦 都不是新東西 做開做熟 大家更放心 OK 好 如果交給你們做托管 你們怎樣做法 我們會做一個高點的一個 即是行店酒店 然後呢 會 譬如說 一房是有一個保底的 每年的收益是保底去到3.5 但比方你賣160萬的房 然後呢 每個月的收益差不多 到4,600左右 基本上可以覆蓋得到月供 嘩 如果是 因為我們供樓現在就是3點多 你們現在收租都還給了3點多 真的只是給個首期 然後做個按揭 然後呢 就以你們的租金來托 然後去對沖 或者是很好的概念 和3點多利息 現在已經很吸引 是吧 我補充一下 為何他們華法有信心做這個托管 很簡單 旁邊就是匯展中心 如果大家有來過這裏 如果看匯展 或者想住一晚酒店 大家都知道是很貴的 旁邊那個喜萊登酒店 喜萊登 如果你在那個展覽會期間是幾千元一晚房 每天都千多元 所以其實呢 他們就是補充出租 出租給一些人 因為這本身就是彎仔 所以說呢 其實他做這個托管 他都做得很開心 是呀 本身的話 他也是後來 這個是值得做 他有收益 他才願意做的 就不是很早知道 以前好些偏遠的項目 然後為了去吸引大家賣 這麼單純的 那之後呢 我去買樓的時候呢 你就直接就跟我簽一個托管 是 那托管多少年呢 托管是三年 三年之後呢 你都可以選擇拿回來自己用 又或者繼續托管 繼續給托管 不過呢 我覺得呢 如果大家有一個投資信息 想收租呢 因為他去華發了 他去華發 跟你做完這個托管三年 一定就很出名 很旺的了 那到時呢 你想自己去出租也好 你找回去托管也好 我相信到時的租金 應該還有一個上升空間 因為這個區是一個大的發展 就不是一個冰山一個地方 好 這個非常好 那繼續介紹吧 再看我們這邊的話 天 海月這邊呢 就有個兩房 兩房的話 這邊是可以看到一線海景 然後 不過兩房的話 他就是以分成為主 兩房就分成 分成為主 那打個比方 一年如果是他整體收益 一棟樓兩房全部下來 差不多是1500萬左右 那他一個運營費用是固定的 大概是380萬左右 那就是相當於利潤減去380萬 那剩下那部分呢 就按照比例分成 按照你房屋總額的比例 房屋總額比例 那便合理 如果是這樣 那即是說 其實一房和兩房就看大家喜歡哪一房 那如果這樣說 其實一房和兩房 哪個好租一點 我想說真的 如果你有300萬的話 我建議你買兩個一房 買兩個一房 正常來說大家都知道 拿來出租的話 正常一房的匯報率是比兩房要高一點 是 不過兩房有的優勢 就是他前面看到海景是比較漂亮的 那我呢 上個星期我們問一個客人 一炮三響 一個客人買三間 他就買兩間兩房 不是 兩間一房 一間兩房 那我又問他 為什麼你要買兩房 因為兩房他有可能會自己住 是的 那自己住就漂亮一點 是的 有海景 那我現在初初出租 又或者我 我有空又出租一下 我有空自己住一下又可以 就像A-B-A-B那樣 有三種產品 即是可以純住又可以 很舒服 在一個彎仔又方便 是吧 那我可以純收租 有托管公司 按時間給你 給租金你 很安樂很舒服 完全沒有風險沒有擔心 我又可以半租半住又可以 是吧 進可攻脫有守 所以其實產品是豐富的 所以就 今次我們搞的第一團 那個看樓團過來 那些客人看得很開心 就算有些未買那些 他覺得都是大開眼界 而且這個是華法最新的5.0 他的裝修 因為以前買華法 你想買到裝修樓 難之極難 基本全部都是沒有裝修的 裝修究竟是怎樣 不如鎮月在這裏 我們上去看人板房 介紹一些華法裝修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上一集沒看過 一定要大開眼界 華法的5.0裝修 以前是沒有的 現在是全新推出的 一會見 好 既然是住宅 大家看到就是住宅的装修 金屬的电梯 这些洞石全部都是住宅的装修 甄嶼麻烦介绍一下 胶楼华法5.0有什么装修交给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了拿包入住 以往我们很多楼盆都是戴精装 无非是简单装修 连空调都没有 我们这边是包含整个软装进去 真的可以实现 即是有梳化有床的 是有梳化有床有空调 还有厨房的三件套和胃肉的五件套都有 这次真是一个华法的大突破 我们先看看厨房包什么 厨房这边是常规的有三件套 抽烟机煤气造 还有这边的整个厨柜全部都弄好了 还有还有两点 这边是送来我们的洗碗机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 当然喜欢 不需要自己动手 还有这个厨房这里有窗 所以通透有光 这个是多大单位 这个是80平方的两宝 80平方两宝 我看了两宝 然后再看一看 还有这边还送来有洗衣机 我的洗衣机是送来的吗 不是放在里面的 是送来洗衣机的 还有这边还有我们的热水器 热水器包含了 整好了 非常好 不用日后又添添添添添添添 还有我看到这个桌子的石纹纹都很漂亮 还有这里特意做了一级 刚刚充电给我们买洗衣机 好像香港买楼一样 全部都充电 还有这个玻璃烫门 帅满 金属的 还有下了磨砂纹 就不用看得通了 非常好 全部都是金属框 好 先看第一个房 这是第一间房 楼底很高 这边是住宅标准的3米 去到楼板都有2米8 还有这个是飘窗 已经打了 是 它本身我们设计当初 部件的时候已经做平了 更加实用好用 这个是震送面积 最欣赏是因为你楼底够高 做了天花冷气 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高档 不用自己搞这么多东西 好 转回来大厅 虽然80几平 但是大厅是非常大 大家先看看 首先这个櫃是否送上 这个櫃也是有的 也有的 即是这个櫃是有的 全部都有了 鞋櫃 储物櫃 包括原装的 OK 这个位置就要你放在冰箱里 是 OK 非常好 饭厅 客厅 今天下雨 如果大家看回右上角按键 看回我上次和Lola介绍的 天气晴朗 这个是无敌海景 现在下雨 大家看到水底下雨 下雨我都看到了一条桥 那是什么桥 那边是澳门西湾大桥 澳门 这边看着澳门西湾大桥 对面就是澳门 大家看看一个海资价 澳门的什么价钱 大家知道 下面全部 所以你说的地点 下面就是汇展中心 华发商场 五星级酒店 全部都在下面 是的 而且因为这个汇展中心 就是这样说 如果大家看 外形是很帥的 就是很Cyber 所以其实 加上海景 我们上星期看楼团 我们在香港走到来 真的人见人爱 这个景 这个就是两房 而且你看看路台 因为整个海景 落落地玻璃 这个栏杆到时 你可以拆掉 验收之后拆掉 整个是画 这个是多少楼 这个是20楼 20楼 最高是多少楼 最高是40楼 最高40楼 20楼 再高一点 景更加无敌 不过要快 他们买得很快 而且这个窗是这样 从这里到这里 这里还有窗 是90度过 还有一些彩光 所以你放在家具等等 这个是否属于窗台 本身这里是阳台 阳台 政府有要求 对着会展中心 核心的地段 要统一封窗 所以是政府要你封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什么犯法 这个阳台和你封了 所以他的实用秘积都挺高 不用自己夹 对的 其实你湾仔这些CDB 其实是封窗 更加高档 更加好做 好看大房 他是两房一位 但一位他很聪明 他把洗手盘做出来 变成就担心不够用了 而且洗手盘很大 而且可观性很强 开了灯的时候 跟大厅可以连为一体 然后他把淋浴 淋浴了 淋浴的窗台 放一下东西 洗头也很方便 而且他的东西都很细节 华法5.0装修 三折金属玉碗 全部是金属的 还有淋浴 这个也不差 而且你看到的墙身 放了另一只云石 而且地上也是有石 还有水口 不是老老套套的 一个菊花罩 马桶在这里 有浴霸 有射灯 门框做到上顶 全部门框做到上顶 这个非常漂亮 看你的主人房 当然了 这样的单位主人房 当然都是无敌海景 亦都是望着会展 都是落地玻璃 这里躺在床上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花 躺在这儿 想不想可以放在你这个位置 躺在这儿 现在下雨 整个海就在前面 香港人人生何求 就是这样 你开窗也可以 你不开窗也可以 而且我现在躺在这儿 其实可能这个楼底高 很舒服 看上去 而且你弄上天花线 有些东西看 如果不是整幅墙 白了就很肉酸 它有了一条天花线 当然你自住的灯 可以换一些更漂亮的灯 所有房间都是做天花冷气的 这个衣柜就不包了 但到时自己选择 或者找我们这个 BeHome来扣置 你看到放了一张床 衣扁落床 摆在梳妆桌 床头柜 摆在衣柜 完全塌塌 当然了 八十几平 是用到尽的了 是 我先问大厅 我先问大厅 那需要告诉大家 这个单位多少钱 这个单位的话 3万万到310万左右 赤架为多 赤架为多 赤架 按平方数计 就是3万8左右 OK 三千零元呎 我们叫做 三百万 三百万在香港 也不用想 海景 湾仔 回战中心在你脚下 地铁站在你旁边 但是现在好消息 现在做按揭珠海 广州已经做了一点 珠海是不是也做了一点 是 珠海现在都可以了 哇 真是超级好消 一成半我算一算 45万 45万 可以买一间华法楼 对着会展中心 整个海景 对面澳门 非而所思 连装修连连连远装 我告诉你 你这些 不要说整间屋装修 你就算升级装修 加连远装 四十几万 现在全部都可以做按揭 其实现在华法 我觉得现在政府的新政策 其实对你们很大优点 因为最近你们的华法 全部都跟着装修 我们买楼的客人 其实连装修也太迷款 对吧 这一点是最大的 因为我买很多的华法楼 以前我们的客人 买完你楼之后 就一定会计 譬如你这家楼拿了100万 他一定会遇到50万 遇到100万来装修 那是要现金的 装修公司不可以贷款 现在大家不用烦 你当这间屋的装修 你以前是无披妨 我说的 连加斯康安分钟 这间楼 我想都要100万 那你现在100万做了贷款 即是你还要15万 即是你做了装修贷 家私贷 是 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其实这间两房 是很适合 如果大家考虑 自住 因为它的景是最漂亮的 但如果大家投资收租 一房是一楼 立刻去看 这边 好了 到最受欢迎的产品 一房 上个星期成交最多是一房 始终都是一房最多 因为大家可以当这个是一个 买一个投资的砖头 因为是会生金蛋的 怎样生金蛋 这是一房 多大 55平方 55平方 一房住宅 华发出品 连加装修 连加软装 是华发的第一次 所以博士是真心介绍给大家 正在看门 有些帅哥 门有花纹 有雕花 很实际 电子锁 OK 一入到来 就麻烦你介绍 OK 这个户型 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做到 真正的一房一厅一卫 因为很多公寓 就没有房 一走进去就是床 如果住宅做到这件事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职 还有这边 洗手间也是干湿分离 一房一个洗手间 如果两个人 可以早上不用逼 一个人才拆牙 拆牙走外面 没错 平时比较干净卫生 这边的牙膏牙策房在外面 就不会给你掃斗 你上厕所的床 是否应该 还有那些石材 都是一样的 烫衫 摺烫门 全部都是用料充足的 因为其实他预计了 这些房间 就当酒店那样 是有华法帮你租出去的 所以你可以代入一样的 如果我们是来租房住的 我的洗手间舒不舒服呢 外面拆牙 又不用一对夫妇的时候 又不用等你去完厕所才拆牙 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好租的 因为如果大家有来十字门 租的那些酒店 坦白说你千多元租一间酒店房 都一走进门口就得床 所以其实内地的老闆 其实很喜欢租这类的 因为这类的 有待会介绍 又可以有自己的洗手间 又可以煮一下面 都可以的 有一间独立的房 因为酒店就不会有 房间也挺大的 五十多平平 是不是因为这里本身是窗台 是这里本身是窗台 就是送的面積 所以送了面積 因为窗台也几十尺 送了面積 变成你放了一张床 还可以放床头柜 放两个床头柜 三变落床 一样是有衣柜 当然这些院装 到时会赠送给大家 是 连续的 因为到时 一绑一定要交给你们 华法托管 是的 一绑一定要交给华法托管 如果有些观众问 如果我自己想住 我有空住 都要找他们的托管公司 去租回酒店 这样正式租 当然你可以指明 我是116号 你便租回这个单位 是可以 照给租 我觉得好 严格规定 否则搞到这里 亂了 但如果大家想买来自住 刚才介绍过两房 就没问题了 自住再选两房 如果想长期收租 便选一房 好处在哪里 你看有洗衣机 有洗碗机也连起 也有 一房也有 有洗碗机 有这些电路 抽油烟机 如果你就算给一千多元 住一间酒店房 都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你们华法都很聪明 到时做独管 我相信租金都不便宜 因为我有这些配套洗衣服 每一间酒店都不便宜 还有全部跟酒店一模一样 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天花冷气 其实你跟中间建来的酒店房 是没有分别的 这种更加适当 一家大小过来 然后珠海这些城市 一个来或一个星期 你住酒店是没有那么舒适的 这边的话会更加温轻 还有这些多年 博士在珠海十几年都整天过来 主要这些酒店现在真的如愧昂 这些酒店房真的如愧昂 真的如繁华 有一个这么大的大厅 当然到时一定会有电视桩安装 这些软装 都是落地玻璃 看你买什么单位 景观各有各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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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不过其实如果你是买来出租的话 其实我又觉得景观就不是最重要 可以这样说 总体的面积 大家看了雪柜全部都齐 塌塌 总之这一个是一个收租之王 我形容为收租之王 华法的收租之王 55 无论在职 在装修 在管理配套 我觉得都是非常一流 加上华塔做管理 就完全大家可以百分百安心放心 多少钱 这个总是160万 160万 给一成半 一成半的话 就是相当于24万就可以入手 20万可以买一间华法一房 接着还是华法可以帮你做托管 接着三年里面给三点几 三点的利息 完全对冲 你如果要做按揭的话 完全对冲你每个月的月供 真的难得 还不会想买什么公寓 不用想 现在这个时势不同 以前我们香港人过来 有些人说限购 住审又大 又要比乘数又高 又要用很大笔钱 现在其实真的刚好 如果你说真的想买个投资产品 真是坦白说 你买股票就有很大风险 我买个砖头 这里交给华法 每个月收租公楼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在镜头面前看到 其实真的很适合你 好吗 通常买了之后 多久开始计租 正在交楼之后第二个月 是合理的 因为你交楼之后 你又要收拾一些装修 就是要做酒店 可能要放洗头水 很多东西要搞 然后开始收租 总之华法做托管 和我管理我就放心 因为我上星期 几个客人买了都是这样 最后再补充一点 其实珠海华法这些楼 其实原来很适合年轻人 上星期有两批客人 原来是买给子女 我下一集你还有一个盘 那个叫做海汇 下一集我会拍海汇 有些父母很好 常常想孩子都进来大湾区居住 或者多些在一起 你会买一层中山 或者少庆 有些孩子喜欢活动 喜欢多些节目 他们真的不想 原来珠海华法这两个盘 是很适合年轻人 为什么下星期我拍给大家看 谢谢你 很清楚 我们继续拍下一个盘 接着就下集见大家 下集见 别走开 拜拜 珠海华法免费海景看楼团 香港上车 直达珠海 长程可以打 600408887 出团见